好,我们过了十五继续 我们简简课说了这个贵族 这是道家自古传下来的 就是我们正统的礼 儒家也在遵循 作为道徒,儒道的部分 那这个刑法的时候 什么要刑法 不刑的刑 就是练功 静坐 也可以叫挡坐 就是不想贵 道家博论 正外 正统下 自古道家静坐 就不是这个刑法 就是刑法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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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贵的 那个叫胡忍的作用 说难听点叫胡坐 非为胡坐 乱坐 如果是身体好 只要贵 就效果贵更快 静坐 是佛 不合线 后来他一直 人质到不分了 他这个 这一套贵法 忘了差 多了 我散了 这一套贵法 现在都怪我哪里看 都是 这样做 其实 那样 不光是 不好看 你这个腿 你放在前面脚 感觉很尊重 脚 脚 脏 手 上 上 上 下 给自古影响人 迷阴 你看自古这个女人 这个脚 没说什么 怎么样 他就擦 擦 擦 他弄 那个胡说臭的问题 他 他就 脏 不遵重 然后 刑法 其实 为什么 龟跟做都可以 我们前面说了 那个做的原理 因为大家都这样 先那样说 然后 但是这种 大家有条件的 身体更好 其实可以贵 因为贵他比较累 但是你身体好了 就没问题 而且这个效果 会更好 你不行 你就先正足 再三 把你的筋骨 舒展 触 可以 可以 只是 你贵的有的时候只能半小时 甚至十分钟 五分钟 也没关系 那么来 偏疼我们 不建议 不休 不练 那就是 这个鼠疫 我们也说了 哪一种运动 可以引你自然的内处 我不是这样说的 因为他感觉怎么舒服 那就是 可能当时 更实的 很深 这样 文火比较慢 如果是强 弄一个标本的 什么什么 那你会很难受 就是坚持不下去 别人当时 像我肯定快 那我们说了这个脚 让我们给大家看看 正座 当然有病了 这个脚 压在臀部后面 有个垫更好 没有垫呢 其实 因为他脚踝是有那个嘛 所以说 可能会 比较疼一点 但是你要是时间长了 可能也就无所谓 把这垫一下 叫怀人 如果没有的话 他这样会比较累 还有一种是这样 这个就不是练功了 这是 这是一种那个尊重 所谓举案其媒 就是女子就是这样贵的 我们进上一个东西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子 待的时间更短 所以说 那就是练功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 好 我们再一截吧 这些课好像 不够了